好 同學 我們之前介紹的是單細胞生物 它們有沒有層次呢 它們沒有層次 它們是一個 一個細胞沒有層次 可是什麼時候就會有層次呢 多細胞對不對 像我們國家也沒有國家的層次呢 有對不對 我們有什麼 縣市啊 然後縣市在下什麼 鄉鎮對不對 鄉鎮在下什麼呢 村林 所以一個小小的 很多村構成一個 可能就是一個縣市對不對 很多縣市都有什麼 國家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國家有很多層次對不對 那細胞也是一樣喔 細胞也有細胞的層次 那細胞的最低的層次是什麼 像你們全班都叫做什麼 國一合班對不對 但是呢 你們班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細胞 一個人 一個人對不對 三號同學 五號同學 就是一個人對不對 好 所以 多細胞生物層次的同學 最低的層次叫什麼 細胞 這叫細胞 細胞 細胞同學 好 一號細胞 二號細胞 好 同學 所以呢 我們這個是在兩個地方出現過 好像在那個 細胞學說出現過對不對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就是什麼 細胞對不對 好 那同學 我們身上有什麼細胞呢 皮膚細胞 好 比方說 剛剛有看到表皮細胞對不對 皮膚細胞 皮膚細胞 對 皮膚細胞 好 那我這邊先介紹動物的 主要先介紹動物的部分 好不好 因為待會再講植物 先講動物 好 我們用表皮細胞講什麼形狀 就是扁扁的對不對 還有什麼細胞 好 像是紅血球對不對 有沒有介紹過呢 有 紅血球就是紅紅的綿圓對不對 雙胞的圓圓狀對不對 OK 還有什麼細胞 嗯 比較特別啊 皮膠本也是細胞 對 那比較特別像是卵子 卵子也是一個細胞 對 這個女生每個月會排卵 排卵那個月經就是排一顆卵 那就是卵子 那其實 卵子跟精子也是細胞 嘿 你說 因為基本上只有在 沒有 基本上是高等哺乳動物 比方說 黑猩猩跟人比較有 狗他們會吸收回去 然後我們人不會吸收回去 那就是我叫狗的吸收 對 有些會排卵一定會吸收回去 就是它的 它的子宮會吸收回去 會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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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可是我們也 有個人之外 這細胞會把這兩個細胞結合 之後我們變成兩個細胞也 一個細胞 因為結合之後叫受精感 好 還有什麼呢 還有神經細胞 神經 對 好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另外有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特別的例子 就是 各位 我們吃的雞蛋 雞蛋是雞的什麼 軟 對不對 所以 你在日文的雞蛋又叫做什麼呢 軟 它就叫雞的軟 所以同學 我們吃的雞蛋 其實它是誰的軟細胞呢 雞的軟細胞 所以雞蛋是很大的一顆細胞 它這麼大 所以 我們說細胞都用顯微鏡看對不對 可是雞蛋另外 它是一個超級大的細胞 其實一顆 其實一顆 其實一顆雞蛋就是 那個軟黃的地方就是雞的軟子 雞軟子 雞軟子 對 所以你其實在吃雞排的軟子 好 OK 所以呢 雞蛋 好 像雞蛋 雞蛋 雞蛋 鳥類的軟子比動物還要大 比我們還要大 它就能大一個 人類的話 只有0.2mm 其實很小 我們的類的軟子 大概只有0.2mm 可是恐龍的軟子 恐龍軟子 恐龍軟子 不會恐龍已經滅絕了 我們現在是以現存的生物 好 所以細胞可以了解嗎 老師 它要再說 公狗會有整 就是 就是 有人會公 不是 不是啦 那個不同生物之間的精卵不能結合 不同生物的 不同生物的 會有男生的身體現象嗎 真的 一樣的都一樣 那都是一樣的 對 對 好 OK 接下來看一下 很多細胞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表皮對不對 很多層對不對 所以很多細胞的時候 我們把它叫什麼呢 很多細胞 不對 叫做子 所以 表皮細胞 很多很多 連在一起就叫什麼呢 組織 表皮組織 表皮組織 什麼叫組織 我們來看一下組織的定義 組織的定義就是 很多細胞 有許多什麼 小細胞 相似的小細胞構成 許多相似的細胞構成 就像你們班是有很多相似的同學構成 都是人啊 都是人啊 你們班都是人啊 可是沒有狗啊 沒有貓啊 沒有 對 所以你們班都是屬於 相似的細胞 好 來 有許多相似的細胞構成喔 比方說來同學看一下 表皮細胞的組織長什麼樣子 就是很多很多細胞怎麼樣 很多很多細胞怎麼樣 很多很多細胞怎麼樣 合起來 合起來就叫做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叫做細胞 很多很多連在一起就叫什麼呢 組織 組織 這時候我們要叫做表皮組織 好 所以我們就叫做表皮組織 組織 好 那請問 我們身上的血液不會只有一顆對不對 紅血球不會只有一顆 我們有很多很多顆 那很多很多紅血球組織 組合起來就叫什麼 紅血球組織 紅血球 你有聽過紅血球組織嗎 好 應該沒有 我們簡稱為血液組織 血液組織 所以 很多很多紅血球就叫做 血液 所以同學我們的血是算什麼 紅血球 我們的血液算是什麼 組織 如果我問你說血液是什麼層級 你要說什麼 組織 因為它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細胞怎麼樣 有紅血球、白血球合在一起 叫做血液什麼 組織 你知道很多叫組織 所以你們班 如果大家合起來就叫做國一合 對不對 你不會說一個人就是國一合 要全部才算是國一合 對不對 好 那當然卵子沒有卵子組織 因為卵子就是一顆一顆的 好 精子也不會說精子組織 因為 因為 對很多個 你也講精子組織 不過很少這樣用 好 那神經細胞很多叫什麼 神經組織 就叫神經組織 就這麼簡單 好 還有像神經組織 所以神經組織是什麼意思 就是 很多很多的神經合起來 對不對 還有像是肌肉組織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影片裡面 人的皮膚是 上面一層一層都是表皮組織 對不對 皮膜組織 然後在底下還有脂肪 對不對 皮下脂肪 脂肪組織 還有肌肉組織 所以這些都叫組織 好 那組織裡面呢 我們日常中 市場生活中 我們吃了排骨肉 那個豬排啊 一整塊肉對不對 那叫什麼呢 叫雞肉 你們去那個日式料理 吃那個 什麼炸豬排 那個豬排其實是屬於雞肉組織 所以同學 你要註明一下 豬排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第一個菜色了 雞蛋就是 細胞 豬排什麼 組織 豬排還有排骨肉啊 牛排 牛排 排骨肉 其實這些都是動育的什麼 組織所構成 你知道嗎 組織 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些叫組織 好 那組織再往下就是什麼呢 再變更多 很多很多的組織 喝起來叫什麼 這時候叫做器官 這時候叫做器官 先叫器官 這時候就叫做器官了 組織的話 你倒是可以記一下 它的單字還蠻有趣 叫做Tissue Tissue 這個字也就是跟衛生紙同一個單字 因為組織通常都一層一層的 Tissue Tissue就是組織啦 所以你看那個 像我那個軟體裡面 它就寫 肌肉叫做Mascular Tissue 它是肌肉的 Tissue 它是神經的Nervous Tissue 就是加個什麼神經 組織什麼組織 好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組織 好 那器官什麼意思 如果說組織是有很多細胞構成 那器官是有很多什麼構成的 很多組織構成就叫器官 好 所以器官的定義就是有許多 許多不同的組織構成 好 那我們身上有哪些器官呢 好 我們有這個 像是皮膚、血液、神經全部合起來 像我們的皮膚就是一個器官 皮膚不是很多層啦 所以同學 皮膚是一個器官喔 對 皮膚算是器官 因為皮膚有很多層 皮膚裡面有表皮、有血液、有神經、有肌肉、有脂肪 對不對 好還有什麼是器官呢 還有一些比較常見 比方說 你的心臟啊 對不對 心 還有你的肝 腸 腸子 腸 還有什麼 胃 這叫消化器官對不對 還有比方說還有什麼器官 呃 跟 排泄耳關的腎臟對不對 腎也是一個器官 還有膀胱 這些都是器官 很多 還有你的腦對不對 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眼 太多器官了 可以嗎 我可以一直洗下去 這些都叫器官 可以嗎 好 那這還蠻簡單的 那接下來 很多很多器官 合理來就叫什麼 叫做器官系統 我們有什麼系統呢 來 像心臟跟血管容易連在一起 叫做心血管 系統 系統 系統有哪些呢 系統就是 比方說有呼吸系統 如果 呼吸系統有哪些器官 構成的 呼吸 是有鼻子對不對 鼻咽 喉 氣管 肢氣管 所以有呼吸系統 可以有什麼 心血管對不對 心臟血管 心血管系統 我舉幾個就好了 還有 比方說 消化系統是哪些器官 就是 口腔 煙頭 食道 胃小腸大腸 肛門 這些都要消化系統 我們之後會一個系統 一個系統介紹 第三章就介紹消化 第十章介紹的心血管 第五章介紹 呼吸 腸胸 循環 排泄 還有什麼呢 當然也有所謂的 生殖系統 像膏丸跟卵巢 就是生殖系統 還有什麼系統 還有神經系統 大腦小腦 腦幹 脊髓 這些叫做神經系統 好 最後呢 這些系統全部合在一起 就變成什麼呢 細胸系統 就是你這個人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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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對 好 所以呢 這就是關於動物的系統 動物的層次 我們再複習一次 從細胞再來什麼 組織 組織 器官 系統 各團 好 其中最特別的幾個要注意 第一個 雞蛋屬於什麼 細胞 細胞層次了 排骨肉屬於什麼 組織 皮膚屬於什麼 細胸 細胸 細胸就很簡單 名字後面一定會加個什麼 細胸 最後合起來就是你這個人 可以嗎 可以